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此一个时代结束了 虽然亚史的衰落有各种原因 但也曾培养过一大批优秀演员 这些演员有的销声匿迹 有的过档TVB闯出一片天 姜美宜就是其中之一 2013年TVB推出一部由黄梓华 徐子珊主演的《埋神来得》 是黄梓华在TVB最后一部片 剧情讲述了都市女性寻找伴侣的故事 姜美宜在其中扮演了知名女性感情作家袁琛 其实这个角色对现状也有教育意义 我们鼓励女性独立自主 不靠男性 但同样不能挑起良心对立 因为性别本无罪 我们要的是人性 而不是性别对立 袁琛这个角色 多一分会让人厌烦 少一分又觉得造作 姜美宜则演得恰到好处 演技很不错 她跟刘松仁洋溢合作《民怨望祖》 饰演出身民门的三姨太 她把一个白富美 一面拥有骄傲的内心 一面被迫夹缝中生存的矛盾 演得相当到位 同时还演出了三姨太的风姿卓越 风情万种 《冲上云霄2》中 她是城务长嗨的姐 独立 大气 充满成熟女性的魅力 虽然这部戏是群戏 但姜美宜的演绎仍让她成功跑出 非常耀眼 虽然TVB时期 姜美宜扮演的都是气场强大的角色 但其实她出道时是走温婉路线的 8090后小伙伴应该还有印象 周润发有个百年润发学发水广告 她温柔地帮一位美女洗头的样子不遍全国 这个广告创意 音乐 意境都很好 而其中的女主就是姜美宜 姜美宜于1971年生于香港 最早在鞋子楼里当白领 意外被心探发掘担任广告模特入行 1996年签约亚士 出道就主演《肥猫正传》 在亚士13年 她把演员跟主持两个身份都发展得很好 2009年 随着亚士的没落 姜美宜和陈伟 万启文 张文慈等人 相继转投TVB 从亚士到TVB 不管在亚士是一姐还是一线 到了TVB也只能从配角做起 姜美宜在这种大环境下 也是挨了近五年才熬住了头 2013年 姜美宜在《冲上云霄2》中饰演的方瑞佳 与马国明饰演的高志宏上演了一段颇具话题性的姐弟恋 姜美宜更是凭借这个角色 拿下了《万千新辉》颁奖典礼的最佳女配角 此后 姜美宜的资源明显变好 《使徒行者》系列里 她实验的《摸现情》由于被家暴 结识了浊凯 在她的帮助下 《摸现情》重拾了对生活的希望 最后两人也走到了一起 2017年 姜美宜终以担政做了女医 在《亲亲我好妈》中饰演一位港式虎妈 扎向善 2020年播出的《杀手》 姜美宜在剧里饰演的姚书贤 可以说是她演艺生涯里非常突破的一个角色 因为她的人设是一楼一缝 生活中却是个善良 悉心照顾病重丈夫的好女人 因为工作 她不得不低头 剧里姜美宜好几次Cosplay的造型 都令观众大点眼镜 要说事业 其实姜美宜不算顺分顺水 中途她也经历过被雪藏 只因她曾越界投诉过一个监制 令TVB高层不满 这件事给姜美宜的打击很大 随后 她在某周刊以道歉性的形式做出了诚恳道歉 TVB高层也顺势接受了她的道歉 让她的剧得以播出 2018年 姜美宜改签不投约 把事业重心放在了舞台剧上 慢慢淡出了小荧幕 2021年 姜美宜参加了许多的综艺节目 而且节目中 她多数是以主持人的身份亮相 看来姜美宜也是有在主持界大展拳脚的想法 不少网友认为 只要姜美宜肯付出努力 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不错的收获 而难得在电台节目亮相的姜美宜也甚是开心 许久未见 她的状态依旧保持得很好 身形也和昔日没有太大的差别 虽然已经是半百的年纪 但依旧体态均匀 腹部也没有多余的坠肉 节目中姜美宜与嘉宾聊得很开心 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台本 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根本没有顾忌 难怪观众看得十分投入 作为主持人 姜美宜没有一直行使自己的发问权 反而主动向观众爆料自己过往的经历 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谈起自己出入行时的遭遇 姜美宜似乎也是略嫌委屈 这不禁让网友都大为好奇 原来当年还是新人的时候 姜美宜就已经与老戏谷郑泽氏合作 当时那部戏还是姜美宜首次担政 不过去引来同居演员郑泽氏的诸多不满 据姜美宜回忆 在片场的时候 由于自己不懂得如何走位 所以会经常给同居人员带来麻烦 其中让她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郑泽氏 因为自己的不专业而多次挡住了对方面部的光 这也是让郑泽氏大发雷霆 人在发火的时候 自然会有很多负面情绪随之而来 所以当时郑泽氏也是几乎把姜美宜的全家人都问候了一遍 虽然委屈 可是姜美宜也不便于去做过多的政变 毕竟全组人都在赶进度 这时候不出声就是对大家工作最好的支持 事后姜美宜也没有记恨郑泽氏 反而把对方当作是自己的表演老师 如今他们的关系一时亦有 这倒是很出乎人的意料 其实演员回到魏弘时 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毕竟再大牌的艺人都是从新人做起的 初期有不懂之处一点都不奇怪 比起事业的稳步上升 姜美宜的感情就曲折了一点 她嫁给了吴君祥 两人婚姻长达十年 据悉 姜美宜和吴君祥两人是小学同学 长大以后再次相遇 之后相恋 两人是爱了很多年以后才结婚 婚后两人是如娇死期 但是一直都未曾有过小孩 因为两人结婚以后 正是姜美宜事业的上升期 她不愿意放弃事业生小孩 就这个多年的问题导致两人离婚 不愿意生小孩这件事 吴君祥接受不了 继而出轨 出轨以后 婆家也没有保护姜美宜 想来可能是结婚多年 她不愿意要小孩的事情 导致婆媳关系也不是很好 相爱那么多年的恋人 最终还是分开了 这件事对姜美宜的打击很大 采访的时候她不能听到吴君祥三个字 听到这三个字就会止不住的哭泣 三年了都放不开这段感情 也成了她解不开的心结 吴君祥是一家公司的高管 虽然不是圈内人 但她出身演艺世家 父亲是香港自身艺人夏春秋 姐姐则是艺人吴君祥 虽然婆家是演艺世家 但姜美宜从未拿来炫耀或者牟利 相反 一直保持隐婚的状态 直到离婚两年了才被前公公抱出来 姜美宜上节目 扑败离婚的根本原因 是两个人的步伐不一致 理念 生活习惯等都有很大分歧 渐渐不可调和 最终走上了不同的路 姜美宜坦言 如果丈夫对朋友是最好的 那么不如当回朋友 话虽这么说 但姜美宜刚离婚的时候 还是非常不舍 几次在节目上失控落泪 并公开宣称不会再婚 其实 回看姜美宜与吴君祥一路走来 两人之间确实有着许许多多的矛盾 在外 吴君祥的标签 永远都是吴君如弟弟 夏春秋儿子 和姜美宜在一起后 就成了姜美宜男友 姜美宜回忆说 吴君祥出去应酬的时候 别人问他姜美宜怎么没一起出来 他说姜美宜要开工 人家就口快回道 你不用开工吗 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 可能就刺痛了吴君祥的心 当吴君祥应酬回到家三四点时 六点就要开工的姜美宜非常不适应 两人随即就进入了争吵模式 另外 姜美宜又一直认为吴君祥对朋友更好 就连吴君祥本人也这么觉得 于是在一次积极下 姜美宜就说 不如我们做朋友吧 就这样 两人和平离婚 没有互私 尽管两人还在一起时 吴君祥被拍过很多次和不同女生牵手逛街 姜美宜也没有因此分开 很多生活中的摩擦令她们的心越来越远 李齿山也有问姜美宜是否有挽回 姜美宜承认 当然会有 但就是两人感受不到对方想要的 一个人走了三步 另一个可能只走了一步 步伐不一致 彼此也很难回到过去 例如姜美宜觉得女生情人节都期待收到礼物 可是吴君祥却没放在心上 姜美宜把巧克力放在她身边 她也无动于衷 生日的时候 可能吴君祥认为的惊喜 是找了很多姜美宜的朋友为她庆祝 但姜美宜内心真正的想法 却是只想与吴君祥两人烛光晚餐 如今姜美宜把自己的两只狗狗当成孩子 给足了他们幸福的生活 平时姜美宜还会给狗狗吃冬虫草 灵芝之类的补品 甚至还会用心煲汤给他们喝 独自生活也许很苦 但有了毛孩子的陪伴 姜美宜的生活也很多姿多彩 正如姜美宜本人所说 以后也许会找个伴 但绝不会同居 因为自己一个人住会更加舒适 一个人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才是真正的独立 离婚后 姜美宜还曾被为富豪诈骗损失几千万 可谓乌漏偏逢连夜雨 但她并没有消沉 而是积极工作从头来过 姜美宜的经历 证明了一个人每个阶段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光芒 年龄从不是限制 人到中年事业还可以迎来高光 感情觉得不合适就潇洒转身 虽然遗憾 但婚姻也并非人生的唯一选项 过得开心最重要 最近51岁的姜美宜又回TVB主演了一部戏 期待她还能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于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